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 这场美国历史上 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 不仅给美国带来 矿日持久的巨大消耗 更是使阿富汗国家持续动荡 甚至陷入越反越恐的怪圈 给阿富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大量阿富汗平民 和阿安全部队成员丧生 阿富汗陷入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2001年10月 以美国为首的联军 展开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 推翻了塔利班政权 2001年12月 阿富汗过渡政府成立 但多年过去 阿富汗安全局势没有明显改善 暴力事件频发 导致大量平民丧生 而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也时常导致阿富汗平民伤亡 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 发布的年度报告说 2020年 有8820名阿富汗平民 在暴力冲突中伤亡 而2021年上半年 阿富汗平民死伤人数 更是大幅上升 1659名阿富汗平民丧生 3254人受伤 死伤人数 比去年同期增加47% 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此前也曾表示 阿富汗有包括300万儿童 在内的600万人 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阿富汗时报总编辑 曼苏尔法伊奇曾表示 美国的阿富汗行动彻底失败 在战争之前 阿富汗境内只有基地组织在活动 而到2020年 在外国军队尚未完全撤出的情况下 已经有20多个恐怖组织 在阿境内活动 阿富汗的安全形势 比战争爆发前大大恶化 同时战争还使阿富汗经济陷入困境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 2011年 阿富汗国家贫困人口比率 每38.3% 到2016年 这一数字增加到54.5% 随后 世界银行没有再公布更新数据 而阿富汗国内专家测算 目前 阿富汗72%的民众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失业率高达38% 350万儿童失学 我们会有100% 100% 我们会有100% 做出的 我们会有100% 很多想法 在我们的 ideas 都会有很多 我们会有很多 我们会有很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heiro